三艘055大局领先 辽宁号航母出动 美国要适应新常态 大家好,我是小英华 辽宁舰带着豪华阵容 展现了中国海军的实力 这次西太平洋的训练 所带来的意义非常重大 就在今年5月份 中国派出了以辽宁舰为首的 八艘军舰组成的联合航母编队 前往西太进行近一个月的训练和部署 期间仅日本观察到的舰载机起降次数 就超过了三倍架次 辽宁舰的实战化部署已经成为了常态 而就在距离上次部署不到半年的时间后 辽宁号航母再次携带豪华的阵笼 吸出太平洋 这一落自然少不了日本溃探的声音 不过这次中国海军的行动没有那么简单 根据日本方面公布的数据 这次中国海军航母护航编队阵笼 包括了两艘055万吨大驱103安山舰和104无锡舰 一艘052D驱逐舰102成都舰 一艘054A护卫舰早装舰 以及一艘901综合补给舰护轮湖舰 而就在航母出发的前几天 美国海军率先派出了055万吨大驱120拉萨舰和一艘052D驱逐舰 以及一艘综合补给舰组成编队 三艘055万吨大驱 两艘052吨驱逐舰 一艘现代级驱逐舰 一艘054A护卫舰 说不定水下还有几艘何大鱼呢 再加上两艘大型补给舰提供保障 军舰总数达到了11艘之多 吨位更是比进了20万吨级别 如果这次训练时间够长 那么辽宁号航母很可能会在海上过年 当然这只是中国海军壮大的所有 但要凸显出了目前美国海军的末略 一次训练就可以派出总吨位20万吨的军舰 这放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舰都难以想象的 中国海军已经到了飞速发展的时候 两艘常规动力的航母吸出太平洋南下南海 而更为强大的是福建舰也在加紧晒装中 隐身舰载机大平板加电磁弹射 不再是美国的专利 三艘075两栖攻击舰已经投入实战训练 首批八艘055吨大驱除一艘海市外 其余已经全部露练 像下饺子一样的052D驱鱼主舰和054A护卫舰数量 还在持续的增加 反观美国方面 媒体对中国军力发展直指点点 而该国的海军更多的是破败和没落 因为制造要空心化的问题 美国下水的军舰造价昂贵 数量稀少 伪航母护航的提康加路基巡洋舰 已经开始批量退役 刚刚下水的首艘阿里伯克三机驱逐舰 综合性能难以比美055 而且中国航母已经从数量和质量上奋起直尊 两国海军之间的差距只会越来越小 所以美国更应该适应新常态 其实外界对于这次中国辽宁舰航母编队的行动 首先这是一次中国正常的军事训练 各国不比直手画脚 其次近期以来 日本方面蠢蠢欲动 推出所谓的新安保战略更加强调主动进攻 对中国台湾局势操心过速 甚至把中国称作最大的战略挑战 所以中国只能通过强硬的拳头 告诉日本方面要安分一些 东亚地区容不得你兴风作浪 在这美国方面也要把中国周边挑衅当做了家常便饭 肆意派出军舰穿越台湾海峡 密集的派出侦察机抵近侦察中国大陆 汉油在南海肆意冲撞 企图入侵我国领海领土 正所谓以欺人之道还欺人之身 既然美军方不顾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 公然搞破坏 那么我们也不必客气 这次辽宁舰已经去了太平洋训练 去夏威夷周边训练也是很有可能的事情 最后这次辽宁舰派出如此豪华的阵容 恐怕肩负着更重要的使命 如今在中国周边安全局势异常的恶劣 周边国家动作不断 美国更是挑拨离间多次捣乱 而在今年发生的台海事件更是历历在步 日本和美国方面已经多次扬言 一旦台海有事 他们不会坐视不管 所以中国必须早做准备 倘若真的到了不得不武通的时刻 在对台作战的前线 三艘075攻击舰和八艘071两栖攻击舰 可以充当主力 而在外围中国不断成熟的航母编队 将会发挥重要作用 这次辽宁舰前出训练 很可能是一次实战的模拟 一旦武通开始 日韩两国的海空军当然不会消停 那么中国的航母编队就需要展现威射能力 可以预制形成对峙 甚至有不惜一战的决心 希望日美两国能够停得紧去 所以说不管从哪个方面来看 这次的辽宁舰航母编队出动 是一场正常的军事训练 不过在当前复杂的情况下 有着很深远的意义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 咱们下次见 咱们下次见 咱们下次见